如果要在第五庄园进行一波男团选秀,那冠军毫无悬念是他。 即便是后来一鸣惊人的圣诞沙比,对不起,是圣诞沙龙,也无法撼动他的地位。 他就是第五玩家公认的五大男团之首皮塔·拉托里。 自2002年9月24号上级以来,就广受玩家一致好评。 就连创世女神女娲也不禁感叹,我用泥土创造了世人。 而他则用自身定义了美。 江东才俊周郎也表示,幸好当初不是与他同处一个时代,不然整个江东都将无后裔。 不仅如此,他能获得此奖,不单单是靠梅清木秀的外表,还有世人难以匹敌的实力。 据当事人至金皮塔回忆道,当时他正在于世无证地修机,突然一个动人心魄的眼眸令其神魂颠倒。 虽然最后侥幸死里逃生,但劫后余生的岁月里,脑海中不断回想着那日听到的诡异咒语。 远在大洋彼岸的五星上将,迈克阿瑟听到这段描述后,也给予了极高的肯定。 幸好没有招惹到他这样的对手,不然我宁愿去攻打三体。 皮塔究竟是什么人? 他的背后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? 关注我,大型纪录片,第五皮塔选秀将持续为你播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